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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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莫无忌所说 假如他找到了比封南更好的对象 他依然会将封南丢掉 在他这个时代 爱情是奢侈品 这就是他卢亚奇的观点 这么 我本身对莫学长是没有什么看法的 只是莫学长说的话有些太过惊人 亚奇其实说的没错 就算犀离前辈来了 恐怕也无法随便让一个人通过三星考核 封南并没有因为莫无忌说他将来也是备胎 而对亚奇产生什么看法 他只是仍旧在一旁真诚的说着 显之阳没有开口 他心中自然也认为莫无忌这话颇有些不切实际 三星考核真的是很难通过 但他和另外几人不同 他总感觉莫无忌并非凡人 让几人意外的是 谭真曼居然真的看着莫无忌非常认真的说 莫学长 你说的是真话吗 当然 只要你愿意带我去 我就能够做到 好 我相信你 谭真曼竟然点了点头 亚奇大吉 他赶紧拉住了谭真曼 真曼 你疯了 别人这种话也信啊 谭真曼的眼中显出了一丝失落 随即他摇了摇头说 亚奇 我的资质不如你 你还有机会跨入三星考核 可是我根本没有这个可能了 你也知道 一旦我不能通过三星级别的考核 等待我的事是什么 我是真的不甘心呢 亚奇沉默下来 谭真曼也是个不小家族出来的女子 在航星时代 漂亮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对家族来说 航星时代漂亮的女子一旦没有资质 无法为家族做出更多的贡献 那唯一的出路便是为家族联姻 拉拢更强的力量帮助家族 这种命运根本不是谭真曼自己能够挡住的 走吧 你先陪我去一趟宿舍 我带点日常用品 马上就跟你去静阳 见亚奇沉默 谭真曼非常坚定的对莫无忌说 真曼 我也要回静阳星学院了 要不我陪你和莫学长一道吧 风男连忙说 谭真曼则摇了摇头 他看着风男说 风男 我们不合适的 而且我有自己的路 你可以跟着我一次 不能跟着我一世 走吧 莫学长 不用叫我学长 直接叫我莫无忌就行了 我不是学生好久了 莫无忌倒是挺钦佩着谭真曼的果断 只要决定了便没有半分犹豫 风男听到谭真曼的话 他立刻就尴尬起来 事实上 他对谭真曼比对亚奇确实更热心一些 若非他知道自己和谭真曼的可能性很低 他早就主动追求谭真曼了 静守山莫无忌也知道 实在是太大了 假如他神念还在的话 倒是可以不慌不忙 可现在他没有神念 要在庞大的静守山 寻得当年文小奇立碑的地方 恐怕是难上加难呢 莫无忌 我送送你 贤之阳见谭真曼真的愿意带莫无忌去静守山 他连忙在一旁说着 莫无忌停下来说 贤阳 多谢你送我去医院 我这一走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 不知你有何打算呢 听莫无忌询问自己的打算 贤之阳眼神一暗 我资质有限 有生之年 能通过二星考核就算不错了 所以 我这辈子是没机会去帝圆星了 我只希望毕业以后 能帮父母把家里的生意做好 也许将来我生意做大了 可以用资本堆积一个去帝圆星的资格 莫无忌拍了拍显之阳 我只告诉你两点 第一 不要想着去帝圆星 那里我没去过 但我肯定 不会比地球好 第二 如果生意做大了 千万别想着购买帝圆星的资格 记住我的话 多在发达城市购买大量的土地 绝对没错 莫无忌这话可不是瞎说 星空中有无数的星球 都在强者的大战中被生生撕裂 帝圆星这样的星球 一旦被强者发现 结局不是被炼化 就是被撕裂 他不知道帝圆星是怎么被发现的 但他肯定帝圆星是不会有地球隐蔽的 地球应该是浩瀚虚空之中最隐蔽的星球之一 否则的话就不会平稳的生存到今天 况且 莫无忌还决定在走之前 为地球甚至为太阳系构建一个庞大护震 这种九级星空护震 就算以后被修真强者发现 也不敢随意打碎 因为一旦打碎 那就是和布阵的人结下了死仇 一个能布置九级星空护震的强者 即便是先帝也不敢随便结仇 看着莫无忌和谭真曼远去的背影 险之阳忽然有了一种冲动 他居然想立刻休学 然后去囤积土地 现在的富人和强者都已经陆续离开 地球因为环境污染 这土地早就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 和莫无忌走远之后 谭真曼这才忽然说 你不该那样劝显之阳的 地球环境越来越糟糕 迟早会崩溃掉 去了地缘还是有一线机会 你这是打断了他的奋斗心 莫无忌并不在意谭真曼所言 毕竟眼界决定了言语 以谭真曼的学识和眼界来说 他这么说也并没有什么错误 而莫无忌也没打算劝说 谭真曼留在地球上 别去参加什么三星考核 毕竟这些与他无关 他和谭真曼的交易 只是帮助谭真曼通过三星考核 见莫无忌不在多言 谭真曼也没说什么了 他的确有些不同 仅仅半个小时不到便整理好了所有的东西 带着莫无忌离开了兴武大学的校园 从起书市到信阳市坐高铁六个小时 飞机要四个小时 我们怎么过去啊 离开兴大 谭真曼便开河问道 对通过三星考核 他比莫无忌迫切得多 莫无忌犹豫了一下 嗯 我身份正丢了 那我们就坐高铁 我有办法 让你通过检查 没等莫无忌说出来 让谭真曼包车去敬阳市 谭真曼就直接打断了莫无忌的话 他倒是真没吹牛 一个小时以后 他便带着莫无忌 坐上了前往敬阳市的高铁 不但如此 他还单独包了一个商务包厢 莫学长 我还是叫你学长更加合适一些 毕竟你要帮助我考过三星考核的 现在的信阳市至少有六个小时 不知道学长客服在这段时间内 知道我如何通过三星考核 火车一启动 谭真曼便锁住了商务包厢 直接了当地提出了莫无忌承诺的事情 莫无忌点了点头 你先告诉我 三星考核需要考那些东西 要你达到什么要求 听了莫无忌的话 谭真曼睁睁地看着莫无忌 他的眼中在瞬间充满了愤怒和失落 莫无忌连三星考核考什么都不知道 还妄言肯定帮他通过 他真是鬼迷了心巧 居然听信了这样一个人的话 两久之后 谭真曼眼中的愤怒和失落渐渐的消散 最后充满了无奈和茫然 谭真曼虚了口气 缓缓对莫无忌说 就当我赞助了你一张车票 下一站我就会下车 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还是走我的独木桥去 莫无忌自然明白谭真曼的意思 他看着谭真曼平静地说 我不知道三星考核 不是因为我差 而是因为三星考核差 差到我根本懒得了解他 现在我是因为需要你带路 所以才勉强来了解这考核 若非需要你带路 你走不走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但现在我只能做一个让你相信的举动 说到这儿 莫无忌看着谭真曼的包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的包里有冰短刀 你可以将你的短刀拿出来 对我的手臂斩上一刀 你让我用谭家的刀斩你一刀 谭真曼瞪大了眼睛 他怀疑自己遇见了一个疯子 谭家起家就是靠各类刀具 甚至有些前往地缘星的人 也向谭家购买过刀具 可现在莫无忌居然让他用刀来斩他一刀 难道他不知自己谭家的刀 连钢筋都可以砍断吗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